一周一书,永不服输,有书有盈,无焉无悔,请给我七分钟,看我为你精读一本书,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长川,你们可以叫我Young,或者是智慧老人,这是我们2020年读诗C计划, 第34次的播出,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书目叫做《有数字感的人为什么拿高薪》,书名倒蛮吸引人的,每个人都想要拿高薪,但是有数字感的人,哇,为什么? 这是BBC知名的猜评节目的数学明星,举了很多日常生活跟数字有关的事情,来证明数字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的。 Live changing magic of numbers,在学校很多的学生常常会挤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问老师,老师,这个鞋log对数要干嘛,以后到菜市场买菜也用不到,我只要能够简单的加钱层次就够了。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数学数语,比如说肌力,刺方,阶层等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些数语,根本听都听不懂。 数学老师其实是相信人的数学能力是可以改善的,所以他也苦口婆心的回答,数学不是用不着,而是你不会用。 你不必数学好,可是只要数字记性好,或者说只要培养数字感,你就能比别人更早看穿事物的表象,能够成就很大的事业。 所以为什么有四字感的人要拿高薪?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why?为什么? 作者是Bobby Seeger,他是1984年出生,他在2017年参加电视猜谜节目,大写挑战赛University Challenge,成为另类的明星,对于猜谜极度的热衷, 所以现在是中学的数学老师,剑桥大学的博士生,他研究的主题是数学交力症,还有是西汉姆直球会的史中的本师。 从他的身上,我觉得有三个观念可以让我们来活用。 第一个,他在1991年的时候,收到一本1992年十大排行榜的前集, The Top 10 of Everything,1992,当作生日礼物。 这本书改变了作者的人生,让作者爱上数字,资料跟资讯,是一本带领作者进入数字世界的启蒙书。 其实收集并非天生,而是后天造成的。 经过一段时间积累相当的数量,你就会想到要怎么样去整理分类, 然后从数字中解释获得的快感,或者是士气的担心。 所以听说很多的名人,或者是有钱人,都有这种收集的习惯。 从有形的食物,可以看到无形的价值。 到底数字是什么呢? 作者从小,他不只是热爱教室里面的数字,也热爱现实世界的数字。 数字是什么?从哪里来?把他们排列处理成好几小段整齐的知性,到底能干什么? 所以原来数字是用来计算大小跟顺细的方式,可以借此来判断水师水盈。 这几个观念都让我们觉得数字的重要性。 有数字感的人为什么拿高薪这本书,是在2019年12月初版。 作者是BBC知名的猜明节目的数写明星跟数学老师。 他挤了很多日常的生活,比如说人脉、投资、理财、音乐、魔术、运动、减重、厨艺等等跟数字有关的趣事。 来证明数字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的。 所以我整本书看了之后,觉得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个是数字感。 所以利用简单的加减层词跟客观的量化数字,熟练之后就不再只是读数字而已。 而且能读出事物背后的意义,并洞察推动的原因跟逻辑。 所以听说马拉松选手是因为有四字感才能赛完比赛,而不是只是拼命跑而已。 第二个重点是数学是什么。 数学的基词开始以数字。 重点在找诗模式量化思考的脉络,是一种全球甚至是全宇宙通用的通信语言。 那数学可以提供功绩跟策略去观察资料跟自信。 然后再根据效度做出有建立的劫策。 但是记得在劫策之前,请记得要问这句话。 这个合理吗? 第三个重点是为什么要学数学。 您再怎么怕数学你也没办法回避钱的问题。 其实数学可用于各行各业。 比如说烹饪根本就是在计算各种食材的数量比例跟分类。 俗谱那就是数字的公式。 每一位厨师其实都是数学家,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连摇舌哥都可以用来传授数学概念。 以上这三点是这本书的主要的重点。 在金融界,数字甚至可以用来欺骗消费者。 让数字成为朋友,等于就摸透了复杂金融界的一代。 所以把利利、负利、指示,指示就是利上滚利的概念。 再搞清智就可以花大财。 当你理财用到难懂的数学的时候,表示风险已经很高了。 那选择钱是因为有弹性所以才具有价值。 今天的钱比明天的钱更值钱。 这个观念很重要。 如果你是要赌赛马或买彩票。 那以其赌硬器,不如先把机力算好。 你千万不要凭感觉来想结果。 人的贪婪把钱取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市值滚成GDP的10倍。 所以中置搞垮雷曼兄弟。 有识字感的人为什么拿高薪。 从以上这几个论述大概都可以知道一二。 以上是本周的内容。 如果要我总结最后一句话,那就是 有识字感的人为什么拿高薪。 再见,拜拜。 那就是勇敢所持民工,找到人。